哈囉,大家好,我是Calvi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常見的一些英文錯誤 很多時候我們會按照中文的思維去表達英文 這個時候會產生一些chimlish 但是我個人認為,如果你的中式英文不影響到對方的理解 不影響溝通就可以了 那今天這一期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常見的一些英文錯誤有哪些吧 OK,第一個,我們經常會說某人很fashion 比如說,she is fashion 那注意下這裡其實是一個錯誤的表達 fashion是名詞 異動詞後面的話,我們一般會加形容詞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可以把fashion改成它的形容詞形式 fashionable 所以正確的表達應該是 she is fashionable OK, number two thank you 很多人對於thank you的回答是 no thanks 那注意下 no thanks 一般用在某人給你一些服務 或者是問你一些要求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表述 比如說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coffee? 你要一杯咖啡嗎? 這個時候如果你需要的話 你可以說 yes please 是的,麻煩你 如果不需要 no thanks 不,謝謝 那對於thank you的回答 我們一般會說 no problem 或者是 no worries 沒有關係 一會兒你也可以說 it's my pleasure 我很榮幸喔 OK,第三個 喜歡做某事 很多人都知道用like這個動詞 比如說 我喜歡購物 那很多人也會說 I like go shopping 那其實這句話是有錯誤的 我們看到like後面如果有動詞的話 一般我們會使用 like to do something 或者是like doing something 或者是like doing something 那注意一下這句話的正確表達應該是 I like to go shopping 或者是你直接說 I like shopping 我很喜歡購物喔 我很喜歡購物喔 No.4 你來自哪裡 很多人會說 I am come from 注意一下這裡 我們只能用be from 或者是come from 來表示來自什麼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說 Where are you from 或者是 Where do you come from 那回答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兩個不要疊加在一起 我們可以說 I am from Beijing 或者你也可以說 I come from Beijing OK,第五個 I very like summer 注意一下這裡的表達其實是存在錯誤的 very後面呢一般是修飾形容詞喔 比如說 very beautiful 非常的漂亮 very handsome 非常的帥氣 那這裡如果我們要修飾程度的話 我們可以用really這個副詞 你可以說 I really like summer 我很喜歡夏天 一會兒你也可以講 I really like shopping 我很喜歡購物喔 OK,Number 6 Why 為什麼 很多人對why的回答是 No why 如果說你實在是沒有理由 你可以說 No reason 那如果說你想要對對方 你也可以說 Why not 為什麼不呢 那這裡我們不可以說 No why喔 OK,第七個 I am so tiring 我真的好累 注意一下這裡我們千萬不要用tiring這個形容詞 我們知道有兩個形容詞 一個是tired 另外一個是tiring 那它兩者的區別是tiring一般是修飾事物 tired一般是修飾人 所以這裡的正確表達應該是 I am so tired I am tired 我真的覺得好累喔 OK,the last one 那麼最後一個是跟天氣有關係的 大雨或是小雨 很多人喜歡說 big rain 或者是small rain 注意一下其實這裡我們會用另外一個形容詞 heavy 或者是light 所以大雨的正確表達應該是 heavy rain 那相對的就是小雨 light rain 或者你也可以說 It rains heavily outside 外面雨下的很大 或者你也可以講 It's drizzling outside 外面雨下的很小喔 好的,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還有哪些英文錯誤你覺得會比較常見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去留言 小雨會補定器製作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或者是關注我的頻道 我是Cowlin 這裡是I.E.聽文教室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